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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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欧阳燕被锁在地窖里面 听到楚良离自己那么近却有最终错过 能够获救的希望被柴川云的阴谋掩饰给记得粉碎 显如今 欧阳燕他很清楚 楚良有可能已经就此相信了这个谎言 误以为自己也误以为自己能够获救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了 那么接下来他该如何面对眼前更加危急和绝望的处境呢 欧阳燕是会就此妥协 还是会努力想出新的逃离计划与自救 而楚良又会不真的就一蹶不振放弃寻找 欧阳燕他的命运又到底会如何发展 今天咱们就接着往下看 你想好了吗 今天是我孩子一百天 过了今天 我就是宝儿的媳妇 改名叫李娜 你要是再敢骗我 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可怜天下父母亲 您这也是为了宝儿好 我认命了 你要是不放心的话 白天我就在地下室 晚上我进屋陪宝 嗯 这就好 早明白 就少受了这份罪 我还是那句话 只要你跟宝儿好好过日子 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走吧 跟我一起上去 妈 你先上楼歇会吧 我不累 妈 咱以后能不能不贴广告了 哎呀 你甭管我呀 我呀 能贴多远就贴多远 能贴多少我就贴多少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我一定能找到燕燕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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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 燕燕可能已经不在了 你别胡说 难道 你找到燕燕的 没有 我找到一个老乡 她见过燕燕 她说她跳崖了 什么 你是说燕燕她跳崖了 哎呦 跳崖了 哎呦 哎呦 燕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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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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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吓我 妈 妈你休休 妈 大夫 我妈怎么样了 人已经醒了 目前没有什么危险 男人家之前 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 对 我的未婚妻失踪好几个月了 我妈一直在外面找她 没事出去贴学人喜事什么的 难怪 目前 救男人家这种症状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 是不是 就是在说的那个老年痴呆症啊 对没错 而且呢 现在处于发展期 记忆力方面出现了问题 有可能会完全丧失记忆 甚至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认识 当然情况有很多种 不过我建议病人先住院观察 以便我们确定治疗方案 好 谢谢林大夫 不客气 7 6 5 4 3 2 1 我爱你啊 你说你会爱我多久啊 我会爱你一万年 我也要不要 不客气 好 不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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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功 成功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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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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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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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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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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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